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两万块钱买回来的炸鸡配饭 咱们可得认真点 知不知道 知道 小迪 我郑重地警告你啊 你不许偷吃 懂不懂啊 我懂啊 炸鸡炸鸡 咸咸的味道 小迪 我才刚刚收拾好的 小迪 你在干什么 我的小迪 就当我先当一回美食家吧 小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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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干什么 我没偷吃 我只是帮爸爸再搅拌一下 哎呀 这就是你用两万块钱买的配方啊 这 这 这个 这个 我 这是炸鸡吗 怎么像牛杂呀 呃 牛杂 炸鸡 赶快不如大家试吃取消 这个炸鸡店我看也不用开了 完了 我吵大祸了 如果妈妈知道了 肯定要打我屁股的 啊 够厚了 不疼 这就去找妈妈 认错 小迪 你不热吗 不热 妈妈 我想说一件事情 我 我 我承认昨天炸鸡 猫猫虫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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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 啊 啊 啊 妈妈 你不会打我吧 嘿嘿 小迪 你都快上初中了 妈妈不会再打你的 不过 如果你犯了错的话 妈妈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惩罚你 那就是 扣莲花钱 啊 如果你淘气弄坏了东西 那就扣你三个月的零花钱 天哪 弄坏了那么多炸鸡 那肯定得扣上三十年的零花钱呢 对了 刚才你说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没事 我先出去了 太奶奶 小迪啊 有什么心事啊 跟太奶奶说 我会帮你的 太奶奶 要是一个人做错了事 该怎么办呢 做错了事 就承认错误啊 但是如果认错后 要靠三十年的零花钱呢 不想承认错误啊 那你就去弥补那个错误 弥补 你不想承认错误啊 我 我 小迪 你在干什么 我在做好吃的炸鸡啊 让我来尝尝 看起来不怎么好吃 我觉得有点头晕的 难吃 看来你和你爸一样 没有做炸鸡的天赋啊